年老中犬王妹 慘遭店主遺棄 一日留守空舖 两餐不计,百病前身 街坊欲救无从,谁能帮她? 快餐店经理,情骗智障女 借财仔贴渣男,传凭一句话 她亲口跟我说 我是她背头的女人 立刻东张西望 欢迎收看东张西望 一到雨季就一定会蚊虫之身 消委会今天测试了 市面上的25款驱蚊劑 发现其中一款效果一般 不但塗了,分分忍引多了蚊 那就是本末倒置 大家买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至于养任何宠物之前 必须要慎重考虑 不要做个不负责任的主人 神情仿佛,精神紧张 对每个老过的陌生人 都以狗肺警告 这只唐狗王妹的家就在这里 只不过已经人去留空 王妹今年已经11岁 是牛头角定库街 一间食品店的康门狗 不过在四月底,惨遭冬主遗弃 但王妹仍不肯离开这里 对主人忠心耿耿 选择独守空谱 当时很凄凉 看她躺在这里,不能进去 晒门那天 她说王妹在门口 是,接着有人 主人走了 我们说不是吧,老闆,你怎么搞错 后来才知道真是,很可憐 接着有不知谁就拉开门 让王妹进去 清潔姐姐每天都买牛肉 牛腩来喂她吃 因为现在年纪大 脚骨也不太好 还有滲尿 滲尿后,她就会拿地拖 跟她拖一拖 她的主人就好像我听清潔姐姐说的 嫌弃她现在年纪大了 多病,所以就不想要去 长期照顾她的清潔姐姐 看到王妹的情况也忍不住落泪 3号,她老闆就走了 她自己有时对她不好 她也是逼得不易的 因为她生意的问题 我帮她理了她 22年12月份,理到她现在 你老爸不在,我很难碰到她 他老爸在,初初也不容易碰到她 到现在,令她情绪很差 我完全没有碰到她 一天两次,帮她清洁 给她吃食物 附近的热心街坊 邓王妹可怜 找来义工救助狗狗 其实我们在16年 已经有留意他们了 本来她之前都被人遗弃过 你知道狗是一种很忠诚的动物 她现在每天都在陪回,不肯走 我们都担心她 她年纪大了,十多岁 我们希望找个地方给她 过去万年 现在会先去火炭诊所 即是那种巫手 然后看了医生 先做个身体测试 因为她好像有滲尿 可能膀胱 那些压力问题 我们做完之后 今晚应该去 另一个狗场 去训练 她应该在那儿安向晚年 目前黄妹暂时安置在狗场 眼见比之前精神很多 相信在众多狗同伴的陪伴下 黄妹会有幸福的晚年 黄妹暂时去了trainner的狗场 情况稳定 好像过得挺开心的 但也希望幸运之神的降临 能够找到主人去领让她 对,不过广州的一个服装批发市场 引来火神的内陵 看到现场龙烟密布 无论烟直接有成洞大厦这么高 大量的消防员到场 灌够了两个小时后 都能成功控制火场 幸好这次没有任何人命伤亡的 火烧旺地 至于像她那样 今年就是特别旺 昨天Archi的fanclub 特意为Archi开了个生日派对 一时之间 这个Archi 都几乎烟沫在Archi的灯牌之中 你说18岁再加8吧 对啊,又被你数到 对,26岁生日 你会如何形容 现在26岁的自己呢 26岁的闪正风 26岁的闪正风 一样都是热血、拼命和温柔 Archi温柔吗?我想问 粉丝也很好戏 对啊,对啊 粉丝们送上生日蛋糕 又有生日歌 Archi当然以美歌回敬了 你会否觉得是一个很丰收的一年? 今年可以說是豐收的一年 但我希望可以繼續豐收 再更豐收都可以 是, 你覺得今年最開心是哪一部份 做了秒陰龍子 還是現在的神奇小子 這麼多人留意你 覺得原來你演戲這麼好 我覺得開心是因為自己心態上 有轉變, 有改善 不是可能外間的聲音 外間看到無論是演戲、唱歌 都開始看到Archie是一個怎樣的藝人 我這個開心, 但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自己心態上一個人有一個項目 做完之後自己心態上有改善 我自己就是最開心 其實這部劇不僅是我一個人的演出 很多其他演員的演出都很好看 他們也幫了我很多 所以很感謝他們 同時之間, 這個項目 令我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很大的改善 我也很感謝每一個前輩 每一個平輩、後輩對我的一些祝福 以及一些改變 繼續加油, Archie, 生發了 謝謝 好, 到車遊戲看晚片的時候 昨天在青馬大橋 看到一輛黑色車沿著中線行駛 接著去到快線, 應該是想趴走 一秋天想越過巴士之際 原來其實中線有一堆水馬 馬上炒起來, 整輛車炒起來了 還以為在看電影裡飛車的情節 確實是非常驚險 至少可否輕鬆一點點 留意以下節目內容的QR Code 可以得到更多相關資訊 一家大小去旅行很開心 不過周居勞頓, 又逼人逼車 很辛苦 對, 只要是在香港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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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輕鬆鬆, 還有很多人玩 來吧… 郵輪上有很多活動 想激烈一點的, 先來個甲板衝浪 在12米的模擬器上 體驗海上衝浪感覺 想高興一點的話, 可以像我一樣 坐上獲得一件歷史世界紀錄 號稱最高海上觀景台 在海平面88.6米的高度 飽覽360度無敵海景, 真棒 那邊還有得玩甲板跳傘 打籃球, 乒乓球, 乒乓球 也可以欣賞百老回式歌舞表演 讓我先玩海上碰碰車 誰撞我 玩得累, 當然要補充體力 這麼華麗的餐廳 又怎麼少得又漂亮又適合打卡的美食 用毛筆蘸水, 掃一掃的菜單就看見了 這麼多美食在這裡 我吃完這幾餐才減肥 吃完飯, 還可以來這間酒吧 輕鬆一下 我想用什麼, 還有專人幫我調校 只要用平板電腦選擇了想要的飲品 這個調酒機械人就會在上方針出 不同口味的酒或果汁 不用一分鐘, 飲品就送到你面前 真是有齊視覺和味覺的享受 好, 吃飽, 玩夠, 當然要睡一會 馬上來個房間逛 這間露台房, 有一張queenstein雙人床 還放在沙發床 四人家庭就可以住了 現在看看露台 很大 會享受的就早上叫屋服務 看著風景吃早餐 有些家庭房還有落地海景浴室 室內滑梯, 還有視聽影院 這隻郵輪2019年才啟航 在今年年尾和明年的年頭 都會在香港出發 分別唱由日本和越南 只要在APP上選對行程, 再按按鈕 一加大小就可以享受郵輪家旗了 快餐店經理, 程騙智障女? 她是讓我支持, 我比得多就比得多 謝財仔貼渣男傳憑一句說話 她出口跟我說, 我是她背後的女人 下一節東張西網, 渣男程騙智障女? 回到東張西網, 大家認知CGTV的功能 大多數都是放在店鋪裡監測 又或者在路面上的監測情況 但現在好像說有新功能 就是監測接接老鼠 有將軍澳的居民拍到這個裝置 原來是用熱能專門監測 究竟有多少隻老鼠和他們的行蹤 用這些新方法或新功能 去監測老鼠希望有效 但對於這些賤男主是騙錢的 有沒有方法可以安撕他們? 這個世界上有盡男、有美男、有猛男 但他就說還有渣男 這麼無恥的人都有 他有沒有道德底線? 我看你東張都看了很久了 我沒有聽到這樣的個案 以下的個案圍繞著這三個人發生 他是投訴人黃先生 這位是他的妹妹阿珊 你妹妹多少歲? 四十歲 阿珊在一間連鎖快餐店 從事基層工作多年 收入不高, 生活也平淡 直到去年九月 這位帥哥經理家盟 思思文, 請你抹頸 多少歲左右? 三十歲 他的出現 令阿珊的內心, 煩起震慎漣 我很喜歡那種 我喜歡他什麼? 我喜歡他人後生有年輕人 雖然年齡和階層有差異 但男歡女愛都是平常事 不過黃先生一家就非常私宜 因為他妹妹是智障人士 果然阿珊跟英俊經理交往一段日子之後 家裡突然收到吳尋常的信 是財仔的追溯信 原來他一直都向阿珊借錢 他說他媽媽入院, 醫藥費 所以很需要錢 看看我妹妹可否借給他 最初比較小, 一百、二百都借 之後開始二千、三千借 俄妹銀行也有些錢 他把那些錢基本上 陸陸陸陸陸的借給他 問阿珊借錢不僅 他還教阿珊去財仔借錢給他 他跟財仔借了一萬元 但卻是一萬萬元, 一年來的 你以你認知的 你妹妹懂得去財仔借錢嗎 懂的, 他是智障兒童 是 不是很懂社會上的這些東西 看回黃先生提供的文件 阿珊早年已經驗出是發展馳援 智隆可能只處於邊緣水平 黃先生還說, 阿妹因為智隆問題 一直領取高額雙殘津貼 懷疑阿妹被人騙錢、騙感情 黃先生直闖快餐店 要求這個經理還錢之餘 再答應一件事 他承諾在十二月出了 馬上把全數一萬元還給我們 那天我已經跟他說 因為我妹妹這種情況 你不要再向她借錢 還有你自己已經有女朋友 還說, 今年打算結婚 你也盡量不要再聯繫她 她很快地答應了我 之後這個經理真的有還錢 也沒有再找阿珊 黃先生以為心頭大石可以放下 誰知道… 一個月後, 經理被那間店鋪炒了 沒東西就沒收入 又開始聯繫我妹妹 更離譜的就是 又靠她自己信, 不只一間 借完這間又借地間, 又借第三間 借了多少錢? 因為我妹妹收入不高 她借了很多 都是一萬和兩萬, 或一萬左右 阿妹月入不夠一萬 又去借四萬元財產給她? 是不是真的兩情相悅 要互相扶持? 讓阿珊主動獻身幫忙呢? 看回黃先生提供 阿珊和經理的交談訊息 只見阿珊不停跟她說話 她也是甚少回應 好像問她在做什麼工作 都只有一句答案 我也沒有固定的 不過一提到錢就秒速回覆 明天出糧, 記得去看看有多少 你拿二千給我, 我做個雙倍 明天給你四千 做我的女人從來沒有不聽話 她還很貼心地教阿珊去財產借錢 記得十二點, 別遲 那些東西帶邪氣了沒有? 她教你怎麼做就怎麼做 好好地配合別人 在一段錄音聲帶裡面 還聽到阿珊承認 這個經理有陪她上去財產借錢 她有陪我去, 去了兩間工作 言談間更感受到 阿珊真的義無反顧地幫她 她是問我, 問我借錢 我給得多了多少 也有幾萬元, 是我自己做的 是我自己拿的 作為第一次幫她 她說她要住院 不惜借財仔去幫她 可能全音為這句話 她自己也有親口跟我說 說我是她背後的女人 她會帶我去見她 會帶我去見她 她說過會帶我去她家 我這樣問她 你會不會帶我去連家坐下 她說會 她說她沒有欺騙我 她說她不會欺騙我 我見不到她 但我身邊好像欺負什麼 銀行戶口清倉, 借財仔也不夠 阿珊還連這件事都還給她 那些股票是我幫她賣的 我知道她不懂得買賣股票 我怕她亂花錢, 就幫她賣股票 結果又跑到銀行, 沽了股票 大概有四萬元左右 把兩萬多元交給她 儲蓄和資產清零, 還欠債 但阿珊對這位男士依然信心十足 她說下個月開始運 每個月會運五千元 她說了… 她說了真的不會欺騙我 我問她是不是真的 她說她不會欺騙我 錢銀方面完全信任 要懷疑只是懷疑這些 我有…我有懷疑 我懷疑她欺騙我 因為她以前… 她說我陪我逛街 你不要陪我逛街 不過我看到一條鋪 她就會買給我 她說以前我的… 以前我的鋪, 沒… 即是沒有很多 她說下個月約我喝糖水 正當阿珊的心還甜蜜如軟糖的時候 家人竟然收到入境處的通知 家人說要接收到訊息 就說入境處要求她離境 原來這位男士可能又對阿珊有所要求 到底是不是很有情緒 之後不滿足的時候 就叫她去獲勝職金 真的拿是 已經宣示了 你以不在香港住的理由 去拿退休金, 那就要求你來領 這樣也不算 有一晚黃山家庭聚會 這個男士又打給阿山? 他打電話給他, 問他有沒有錢 我說我只有1000元, 我怎麼送給你 他說你現在在哪裡? 你那裡樓下有桂圓機 你說你有時候出去買東西 下去轉給我 我妹妹總是想用什麼 我為那個男生付出這麼多 我終有一天會打動他 已經勸勸也不聽了 現在就是我們整個家人都擔心他 但只有他自己不擔心他自己 擔心妹妹, 執迷不悔 黃山唯有打電話質詢這位前經理 你知不知道他拿了強積金出來? 強積金?我沒聽他說 真的不知道? 但看回阿山和你的對話訊息 你曾經教阿山這樣問 你問問他 我的強積金現在是什麼環境? 強積金將支票到手 我就可以安排你生活了 你當我背後的女人就可以了 我從來不騙人的, 你知道 底下 財仔的數目怎一點算 我會解決我和她摔倒 我會摔倒去 你有否去不停 ORB 我會去不停 5月… 那你為何自己不跟財務公司借意找我妹借呢 因為我借不到 為甚麼呢 因為我破產的 上次我是不是跟你清清楚所說 你不要再跟她聯絡了 為甚麼你還跟她聯絡 我們聯絡又不是說那些感情東西 還不是感情東西 她是你背後的女人 不是 她這樣說是幫我 她是你背後的女人嗎 她願意幫我, 我真的很想她 那你現在跟我妹妹有甚麼關係 現在暫時是朋友 你會不會肯跟她的智障女人拍拖 你覺不覺得你騙過智障女兒 你真是很無恥 我不會騙她 如果騙她就不會這樣面對這件事 叫人做背後的女人說是欣賞 別人借財, 發假式拿強積金給你 又順勢彈彈說會還 但當我們以東張西望名義 再找她求證 她就一直都心潛, 拒絕回應 說得出要做得到 否則隨時構成欺詐 要有欺詐呢 其實我們需要證明 這個父經理究竟有沒有犯罪指導 決定有沒有犯罪指導 其實在治下有幾個原因 我們值得去考慮 第一點就是 那個父經理究竟有沒有 拿她媽媽 還病這件事 作為一個適合 去欺騙那個智障的女生 第二件事去考慮 就是那個父經理究竟有沒有證明 她知道這個女生 是有智障的問題的 有一點補充 就是在這件事來說 原來有證據顯示 那個父經理有跟女生說過 就是你是我背後的女人 換句話說 是給一個假象給這個女生 讓那個女生相信 他們是有男女朋友的關係 然後就會加強了 我所說的那兩個重點 就是推論究竟這個男生 有沒有一個犯罪指導 律師提醒 如果法官知道是詐騙智障人士 一旦罪成, 隨時罪加一等 在這裡奉勸有關人士四個字 普至為之 真的很看不過眼 如果大家想和我們一起為公義而發聲 可以繼續報料到我們的東章 WhatsApp熱線 又或者多一個渠道 就是我們的微信 可以透過微信報料 東章的微信帳號就是 Scoop60886600 而當中的Scoop SCOOP 就是我們東章的英文名 另外歡迎我們的年輕人 加入大家庭 成為資料站舉員 或者助理編導 送CV給我們就可以了 拜拜 一套電影掀起全港市民 對九龍城寨的集體回憶 外奸一直形容 城寨是三不管 但住過城寨的人說 這裡又安全又有人情味 議員陳海恩自小在城寨長大 還有曾經駐守城寨的警員 分享當年點滴 一起重溫這個世界奇蹟 留意東張西望 想念 做人訪 過 你們